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代的瑞虎5X进行了多项修改 除了外观 内饰 配置外 相信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它的一个形式品质是否改变 现在我将从几个维度说一下感受 首先是动力部分 这次试驾的活动是由于是赶在正式上市前 因此具体配置尚不清楚 试驾车搭载的是一台1.5升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与现款参数保持不变 85000W 143牛米 如果你特别希望能带来充派的提速感 那么对不起 这台自吸可能不太令你满意 整体调教更佛系一些 日常代步是足够用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 你想要动力 这套1.5升自吸加上CVT的组合 可能不是你的菜 CVT本身就没有多少运动基因 你再让这台1.5升自吸发力 根本不可能 所以日常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佛系的境界之中 底盘方面经过伊迪达重新调教 让原本不被人看好的板车悬挂有了一个新的色彩 至少在应对路面的细碎的颠簸有了进步 另外NVH也有了明显的进化 车门的隔音做的比原先的好了一些 但因为选用的是朝阳轮胎 所以开灶还是略微明显 在操控方面上 新一代的瑞虎5X依然使用了两种的一个转向模式 舒适和运动 其实两者的手感差别并不明显 舒适很灵活 运动增添了一丝的稳重 最后值得说一句 1.5T的动力将在下个月正常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全新一代的瑞虎5X 首先这个外观就是它前脸 全新的一个驾驻式的设计风格 包括点阵是星河的前进隔山 这都是新的设计语言 然后这个大灯 然后前脸我个人觉得比较出惨 它这个日行灯的这部分处理 是一个英文字母记 这个看上去会比较好一些 英文字母记 然后下方有一些银色的装饰部件 来看一下车站侧面 侧面还是能看上原先的瑞虎5X的影子 来看一下轮毂是一个17英寸的 然后轮胎尺寸是R1560 车尾来看一下车尾变化比较大 采用了一个全新的驾驻式的一个维灯设计 然后有一个银色的度过装饰条 让这个左右灯串联在一起 然后下方是有一个排气口的装饰 虽然是隐藏的 但是它是一个排气真的是双边单出的 这边有一个排气管 看到了吧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排气管 奇瑞的字母也是印在了尾部上 看一下行李箱 这个尺寸来说的话 行李箱的空间也是一个中轮重体的一个 而且座椅可以按照自流比例放导 这个抽空的档板和这个座椅是有个小台阶的 可以在这个新一代的5XR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台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高度不高了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好 进到内饰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内饰设计 在全系一代的车型当中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变成了目前来说是奇瑞最新的一个设计院 三块屏 7英寸的液晶的数字仪表 10.25英寸的中控屏 再加上一个8英寸的空调区 然后这就是它的最新的车机系统 钢琴键 这个钢琴按键的一些缝隙处理 它是不错的 实体按键 包括音量的调节 车机的关闭 然后主菜单 360的圈影 来看一下 经济度还是不错的 好轨迹线的 三维视图 再往下走就是它的排档 这是CVT变动箱 机械排档 这是有一个可以放置手机的储物格 它是它的车钥匙 看上去很像打火机是不是 再往后走就是它的背架 中央的扶手区域 后方是有一些电源接口 越来越接口 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 好 我们现在准备到进到它的后排 这是瑞虎 这一代车型 它的轴距是2630毫米 来坐一下后排感受一下 这个前方是有一个调整核实价位置 我身高是1米8 这个腿比较长一些 所以看一眼前面的两者的距离 然后后排是有一个电源接口 但是没有空调出风口 这是一个储物格 再说一下座椅 这个座椅采用了一个新的内部的发火材料 所以让整一个填充非常的柔软 包括前排也是 这个坐垫都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座椅的对于身体的支撑性也是比较到位 我们的价格已经正式公布了 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 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有点小惊喜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抢线价一万元 也是目前所有厂商惯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给你来一个关架 然后再来一个抢线价 先放的是1.5升的自欺的版本 然后1.5T的话是官方给出的是下一个月 下个月会上1.5T的设行 OK那这一期的脚椅卧 试驾再加上在现场的一个报道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了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